从头到尾 这件事就存在着许多让她怀疑的地方 只不过正如江雪所言 因为关系到江雪安危 所以她才宁可相信 也不愿意去赌那样的万幸 而如今 吴大夫清清楚楚点名了 不可能是中毒 这便让莫莉揪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弄了半天 对吴大夫来说又是同乌龙 事已说完之后 她是马上起身离开 并不再多久留 临走之际 吴大夫却突然间朝着莫莉说道 小王爷 没啥别学人 跑去什么神医谷 那个破地方 要是能出神医的话 老夫这辈子都不行意了 说吧 也不理莫莉与寒江雪 明不明白她说的意思 静止转身 就这么走了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带吴大夫走后 寒江雪这才 朝莫莉问道 神医谷跟你 有什么关系吗 莫莉这会儿 已经彻底放下心来 自然意识笑容满面 摇了摇头道 哼 关系是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怕是 吴大夫和那边有些关系吧 罢了 这些事儿 日后再说 眼下咱们可是 好生看戏 没有了后顾之忧 莫莉自然又回到 之前那个 最最干练果断的 莫王爷 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自始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却是一连发下 六七道命令 做出一个又一个安排 所有事情都安排好之后 莫莉道也不再费神什么 转而拉着寒江雪 去这些日子 将要住的屋子里面安顿 这些天 我们都要住在这儿了 你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要准备的 莫莉拉着她 转了一圈 坐下之后 却是细语轻问的 寒江雪摇了摇头 不用再额外准备什么了 这已经很好了 莫说是小住 就算是长住 也没什么问题的 她本就不是 太过讲究的人 更何况这里 一应俱全 想必平日里便是 有人专门打理的 哪里还需要 再特意安置什么 盛局连琴都有 不过这些天 她并不打算去练琴 别怨不算大 万一琴音传出来 引来麻烦 那就有些冤枉了 你住哪儿 寒江雪 看了莫莉一眼 想着这些天 要与莫莉朝夕相处 心里头说不出的开怀 也是这间别院吧 莫莉一听 却是含笑不语 只是眼睛扫了下 这个屋子 带着几分坏坏的模样 不会吧 这里是你住的屋子 韩江雪意识到什么 故意嘟着嘴道 那我住哪儿呀 你就住这间呀 莫莉肯定地说道 我也住这儿 这屋子这么大 够我们住的了 那 那怎么行 咱们不能住一间屋子 韩江雪的脸 不争气地红了 当下 便坚定表明自己立场 莫莉这个家伙 还真是的 这别院 说小也不小 空屋子多得很 哪里用得着 这么省地方呀 他才不会让 这个家伙得逞 为什么不能住一间呢 你可别想多了 我又没说 晚上咱们睡张床 莫莉笑得 愈发富有深意 将企图从她怀中 挣扎出的韩江雪 给稳稳抱住 彻底打消那个丫头 这会儿才想起 要与她保持距离的念头 可这里 就只有一张床 韩江雪 脱口而出 话一出口 却是觉得 越说越不对劲 妥妥的这事 被莫莉牵着鼻子走了 不打紧 我睡踏上就行了 放心吧 我可不是那种 萧小之徒 你不用多想 莫莉说的倒是 跟了证人君子似的 你一个人待在这儿 我不放心 所以必须 得亲自在这儿 护你安全 我 我才没多想 算了 懒得跟你说 你安睡哪儿睡哪儿呗 反正到时候 别影响我休息就行了 韩江雪 甩来甩头 极力不让自己 显得那么窘迫 莫莉这个家伙 明显是故意的 所以 她才不要上她的当呢 被她给戏弄 放心吧 有我在 保证不让任何人 影响到你休息 莫莫莫莉忍不住 又笑起来 脸上得意之色 丝毫不加掩饰 看着 韩江雪 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当真是 比什么都开怀 韩江雪 健壮 知道自己 跟这个 看似正人君子的 小人 是没法扯得清的 所以索性不再提 直接转开话题 那我们要不要 暗中给你爷爷 陪我父亲 带个信 莫莉忍寒江雪 如此明显 强行转话题 倒也不再去戏弄她了 顺她的意思 就往下说 还是不必了 眼下最细微的变动 都有可能让他们 察觉到 咱们的行踪 所以暂时 咱们任何举动 都不要有 等着便是 嗯 那就等吧 韩江雪 目光闪亮 略显嘲讽地说道 真不知道 这回到底是谁的手笔 竟没打算 直接要我性命 也不知我这条命 后头对他们 还有什么样的 利用价值 无论是谁 我都会让他们 双倍奉还 莫莉谋色 阴沉下来 敢拿江雪 设局 光这一点 便犯了她 最大的机会 屋子里顿时沉默起来 片刻之后 兴许是怕 这样的气氛 影响到 韩江雪心情 莫莉 这才缓和神色 说道 累吗 不累的话 我带你在别院里面 四处逛逛 这些天 我们可只能够 待在这个里面 还是得去找一些 好玩的才行 韩江雪一听 倒是立马来了兴致 很快两个人 便在别院里头 捣鼓起来 两个友情之人 待在一起 其实就算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也永远不会觉得 无聊无趣 只不过 难得这么好的机会 莫莉自然希望 能够陪韩江雪 玩得更开心一些 没一会儿功夫 韩江雪还真是 找到了乐子 竟然在园子里头 翻起地来 她准备要在这边 亲自开垦出一块地 来种东西 这会儿却是 已经忙得 不亦乐乎了 莫莉见状 也不用说 便跟着帮忙 反正 只要是韩江雪 想做的 她压根不用 多问一个字 跟着做就是了 两人干劲十足 却都是笨手笨脚的 却丝毫没有影响到 他们的心情 反倒是 越干越有意思 笑声不断 俨然 跟遇到了多么好玩 多么有意思的事情似的 在一旁远远看着的 东霖和北风 这会儿却是 有些傻眼了 而后想到 又看了看 不由得笑起来 看来这些天 别愿里面的花花草草 只怕会来个大便样 忙了一个下午 莫莉怕 韩江雪累到了 这才把那个 还有些不舍得 停手的傻丫头 给拉回屋子 二人分别 喜欢一身衣裳 个子收拾妥当 饭菜都已经 准备好了 四菜一汤 很是精致 各个菜都是 韩江雪喜欢的 也不知是忙了 这许久饿了 还是东西做的 实在合胃口 韩江雪当着 莫莉的面 也没任何好掩饰的 好爽不已地 吃个大饱 莫了 还美滋滋地朝着 从头到尾 吃得斯文无比的莫莉 扬起脸胜利笑容 饭菜被我吃掉一大半 你有没有吃饱呀 韩江雪最后 还是好心问了一句 刚才莫莉只顾着 给她布菜 吃起来也是 不紧不慢的 最后竟然比她 还要早停止进食 也不知道 是不是被她的吃相 给惊到了 莫莉含笑点头 有些不太厚道地说道 忘记告诉你了 这个别院的厨子 最拿手的是甜点 我特意没吃太饱 不然 再好的甜点 怕是也吃不下了 好呀 你这分明是故意的 韩江雪一听 顿时扁了嘴 不过 又立马得意笑道 不过不要紧 我休息小会儿就行了 本姑娘的胃口 可不是一般的大 见状 莫莉也不再与 韩江雪抬杠 还是体贴地吩咐下人 将甜点稍微晚一些 再上 省得一会儿 这个丫头控制不住 一下子是太撑了 正在这个时候 东霖却走进来 禀告道 公子 小姐 宫里出事了 这么快 莫莉虽反问 不过神情倒是平静的 出了什么事 十七皇子病危 东霖当下变道 半个时辰之前 十七皇子突然从高台上摔下来 当场玉迷过去 到现在 所有太医都过去了 皇上皇后等人全等在那 不过十七皇子怕是 无礼回天了 深夜 皇宫 十七皇子请宫内 此时殿内 亮如白昼 宫内太医 以及京城外头所请的明依大夫 就走马关灯似的 一匹又一匹的 从十七皇子请宫 来来去去 只不过 就折腾快一个晚上了 却依然没有一点好消息传过来 皇帝此刻 再也没有隐藏 他对十七皇子 那份特殊的重视 那份重视到骨子里的不同 从头到尾 一连已经斩杀了一大批 和十七皇子 发生这般危险 有关的奴才 太医也被拖出去好几个 就连一个不小心 在外头候着 身一稍大些的妃子 都被皇帝给直接 打入冷宫 如此一来 宫中上上下下 没有谁不提心吊胆的 生怕这会儿功夫 一个不小心 便已到皇上把怒火 牵着他们身上 而也是从这一会儿开始 所有人虽不明白 却没有人不知道 这个十七皇子 竟在皇上心中 有着如此大的分量 这是几乎全部的人 都始料未及的 这个时候 就连朝中不少大臣们 都被惊动了 不少人都纷纷猜测 从皇上今日 对十七皇子的这种 超乎寻常的重视来看 废太子之后 只发真正想立的 是十七皇子 怪不得 一直保护得这么好 仅仅是没让人 看出什么端倪来 只可惜 此时十七皇子 生死难料 就算是有着滔天福气 如今也未必能够 有那样硬的命 可以受得住 快到天亮的时候 十七皇子 仍是没有任何好转迹象 反倒是 只剩下那么一口气吊着 大家心中都清楚 十七皇子这一回事 没得救了 也只差是前半刻钟 后半刻钟的问题 而皇上此刻 却如同一下子 苍老二十多岁 没有一丝表情的面孔 格外吓人 细细看去 竟在慢慢显露着 从所未见的悲伤 没错 是那种真正的 发自灵魂深处的悲伤 包括皇后在内 这么多宫中人 几十年来 头一回看见 这位高高在上的皇帝 为了个五六岁的孩子 所无法控制的 那种悲伤 拉着十七皇子 越来越冷的手 皇上的心 也跟着 越来越沉入谷底 除了悲伤 这会儿 他面上 还渐渐展现出 一抹慈爱与温情 然而 无论这会儿 皇上做出如何努力 却终究都是 无法再挽回 十七皇子性命 天微微亮的时候 十七皇子 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 永远地闭上眼睛 皇宫之内 顿是一片哭声 只不过 那今天的哭泣之中 着实没有几个人 留下的是真心的泪水 然而 皇宫之内 哭也好 笑也罢 真情也好 假意也罢 那里头的一切 都与寒浆雪 没有太多关系 昨日晚上 最近知道了 十七皇子 发生意外的事 在外加一个茉莉 赖在屋子里面 一同过夜 不过 却没有影响到 他一觉舒舒服服的 是到大天亮 也不知是不是 昨日 开地翻土那些事情 当真有些累了 还是 后面吃的那些甜食 有助睡眠 总之 昨晚上 他竟然连床都没人 就这么直接倒头睡着了 茉莉那个小子 倒也算是一个 信守承诺的家伙 果然只是 在同屋一旁的睡榻上 自行睡了一个晚上 并没有其他的任何非礼举动 反正寒枪雪 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 他从头到尾 的确没有被任何人 给打扰到睡眠 醒来之后 也不知到底是什么时候了 茉莉这会儿 早就竟不在睡榻上 看上去应该是 早早起床了 也不知这会儿去哪儿了 韩江雪生了一个 长长懒腰 而后起身 往屏风之后 自行换好衣服 出来时却看见 茉莉不知何时 竟然已经重新回房了 睡醒了 过来洗漱 而后吃东西吧 茉莉放下手中铜盆 笑着招呼 韩江雪 过去洗漱 这些都是 你去准备的 看着洗漱用品 一一地摆放整齐 韩江雪心中 是说不出的复杂感觉 从小到大 都有人为她准备这些 从不用自己操心的 可是 她也没想过 有朝一日 茉莉竟会愿意 连这样的小事 都去亲自去做 嘿 顺手罢了 茉莉倒是没感觉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看着 有些发愣的韩江雪 微微一笑 要我帮忙吗 这些日子 她下意识地 没有安排什么服侍的人 除了一些必要的之外 她希望 他们之间的相处 不要再有任何人去打扰 这样的感觉 让人觉得 比什么都好 才不要呢 我自己来 见状 韩江雪 倒是很快地 收回心思 跟着甜甜一笑 也没避讳什么 直接在茉莉注视下 自行洗漱起来 小小的温馨 让人的心情 无比的好 享受着这种 被心爱之人照顾的感觉 当真是 说不出的美妙 等韩江雪 洗漱完毕 茉莉拿起梳子 却是一副准备 要跟韩江雪 梳头晚发的打算 不会吧 这个你也会 韩江雪 看着镜子里头 在自己后面 站着的茉莉 打趣道 你可别告诉我 平日你们莫王府 压根请不起下人 服侍你 所以才练就一身 这么好的手艺 对于韩江雪的调侃 茉莉一点 也没有不高兴 拿着梳子 极为温柔的胃棋 梳了起来 边梳边道 从小到大 职业贴身之事 我都喜欢自己做 从不用人服侍 不会吧 韩江雪一听 倒是极其意外 也没多想 就反问道 为什么 哼 不为什么 茉莉笑语轻言 却并没有真正解释原因 手中动作流畅而娴熟 没一会儿功夫 便跟韩江雪 玩了一个 简单 却大方不已的发式 韩江雪左右招了招 满意笑道 嗯 还真不是吹牛的 果然不错 她说着站起来 转身对着 近在眼前的莫黎 满是好奇地再次追问 可为什么 你从小到大 这些事情 都不假手于人呢 难不成这里面 有什么特殊原因 没什么特殊原因 我只是觉得 做这些贴身之事的人 应该是 最为亲密的人才行 莫黎一把抱住 韩江雪 在她耳畔 细语轻盈道 日后雪儿若是 愿帮我的话 我倒是乐意至极 韩江雪这会儿 倒是不脸红了 对莫黎这种 将贴身之事 全部是留给 真正亲密之人的做法 那是在心底里头 无比赞同 好吧 她承认 她其实还真是一个 蛮不小的醋坛子 然而幸运的是 心一之人 却好到 别让胡乱吃醋的机会 都没有 明日 我帮你 她心花怒放 得意忘形起来 想都没想 竟主动地送上香蚊 莫黎心神恍惚 眼底心里 只剩下那张动人面孔 其难自尽地 向回应 却没想到 这个狡猾的丫头 却趁其不备 一把挣脱怀抱 直接坐到 对面饭桌前 笑了起来 快些被早膳 我饿了 韩江雪 可没打算 给莫黎反扑的机会 调戏过后 却直接换人进来 嚷着要吃东西 把刚才的气氛 给完全破坏掉了 莫黎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想想 却也是 不给予一时的报复 这个丫头 敢跟她开玩笑 这些日子 还怕没机会 好好教训她吗 请不吝点赞看